在那个星光熠熠的奥斯卡之夜,他与格雷斯·凯莉一同被封为影坛巨星,媒体围绕时,他那情深的眸子紧紧追随着他,仿佛要将他那迷人的容颜永久定格。 他,就是那个桀骜不驯的好莱坞恶童,马龙·白兰杜,他的名字与好莱坞紧密相连,然而,他对这个光鲜世界心怀反感。 在他眼中,那里的人们只是将他视为赚钱的工具,一旦失去光环,便会被无情抛弃。 他是个奋事者,对表演艺术暴已蔑视,白兰杜曾言,我从不渴望成为众星拱月的电影明星。 无论我做何言行,总是被人们神话,对他才华的评价,著名导演伊丽亚,卡赞有着独到见解,他是一个引人争议的绚烂天才。 在那个星光灿烂的好莱坞,无人能否认他的天赋异鼎,他那些微妙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,完美地诠释了角色的灵魂深处。 他独树一帜,成为了50年代好莱坞的风向雕,其他演员纷纷模仿他的风格,以免在荧幕前的竞争中被淘汰。 1944年,20岁的白蓝度初次踏上美国白老汇舞台,以其俊朗的外形和健壮的体魄,在喜剧《我记得妈妈》中俘获了众多女性心扉。 1947年12月3日,他在《欲望号街车》的舞台剧中扮演了一个来自底层,粗犷野性的斯坦利。 那部作品不仅赢得了普利策戏剧奖和纽约戏剧评论奖,也使他声明确起。 1950年,他与特雷莎·怀特·莲妹出演由弗雷德·金尼曼指导的《男儿本色》。 这部作品标志着他荧幕生涯的开始,随后在1951年,他与费文·利共演的《欲望号街车》电影版上映。 由于他在同名舞台剧中的出色表现,他的恩师伊利亚,卡赞毫不犹豫地将电影的主角交到了他手中。 在他之前,美国观众未曾想象,大屏幕上的英雄原来也可能是一个底层工人。 他的魅力征服了各界女性,从工厂女工到高贵的贵族小姐,无不倾倒。 在费文·利眼中,他是个情感波动剧烈的人物,与剧组成员和睦相处,笑语欢声,时而又显得忧郁易怒。 起初,他对费文·利并无太多好感,认为他索然无味。 但随着时间流逝,在相互的摩擦和碰撞中,两人都对对方的表演记忆心生敬意,并最终结成了友谊。 1952年,他在伊利亚,塔赤指导的传记电影《萨巴达万岁》中,扮演了墨西哥革命的领袖人物,埃米利·亚诺·萨巴达。 萨巴达是一位象征着正义与理想的起义者,扮演这样一位英雄人物,对他而言,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挑战。 1953年,他与詹姆斯·梅森·约翰·吉尔古德共同出演了传记片《凯撒大帝》, 饰演《凯撒大帝》的挚友安东尼,他的演艺堪称匠心独运,赢得了影迷们的广泛赞誉,对其演技推崇备制,他凭借在该片中的出色演出, 获得了第2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,并融应第七届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电影奖最佳外国男演员奖。 那一年,他与李马文携手演绎了《拉斯洛·拜奈戴克》指导的犯罪题材影片《飞车党》。 他在剧中塑造了飞车帮领袖约翰尼·斯特拉布勒一脚,他身着夹克,穿着牛仔裤,戴着墨镜和标志性的白蓝度式帽子。 这套行头迅速成为美国青年竞相效仿的风尚,他骑成的英轮凯旋摩托车同样因影片热播而风行世界,他随意地靠在摩托车边,自然流露出一股与爱车融为一体的桀骜风度。 年轻观众们对此深深着迷,在好莱坞,他是那个独树一帜的存在,导演们对他又爱又怕,他从不记台词,依赖助手举着提示牌来辅助,经常还会即兴发挥。 他的同台演员们向导演抱怨,白蓝度实在太任性了,我们怎能跟他对戏呢? 然而,这位天才演员以其精湛的表演技巧和超凡的魅力,参演的影片不仅卖作无数,还屡获殊荣,他的一个吸烟动作都洋溢着不经意的性感魅力,足以让女性未知倾倒。 他与梦露的亲近关系成为外界热议的焦点,有人猜测两人有情人之时,但他们从未直接回应过。 有传言称,他和梦露假结婚,因为梦露当时有孕在身,他开玩笑说自己可以当孩子的父亲,两人用假名登记结婚,但终究成为迷。 他的非文女友中,不乏向费文、莉、格雷斯、凯莉、古拉门歌舞蹈传奇、卡门阿玛雅、肯尼迪一双结婚林,肯尼迪等知名女性,他的私生活纷乱不堪,精力旺盛,经常在不同女性的床上醒来,醒后即将她们置于脑后。 同时,她也有不少男性情人,据说有六位女性为她轻生,对此,她却不屑一顾,认为她们愚蠢至极,尽管她在好莱坞声名狼藉,被认为是个放荡不羁的人,女性们仍不断地向她靠近,无法抗拒她的魅力。 她是一个热衷于热闹氛围的人,无法忍受寂寞和孤单,因此经常在她的豪华别墅中举办盛大的派对。 在其中一次派对上,她遇到了名为安娜,卡什菲的女演员,她对有色人种始终有着特别的偏爱,而卡什菲也对这位非生影坛的影帝抱有深厚的仰慕之情,两人迅速陷入了热烈的爱河,她深情地将母亲留下的耳环送给了卡什菲, 认真地对待着这段关系,到了1957年的10月,33岁的她认为是时候成家立业,于是与安娜,卡什菲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 但是,当她意外发现卡什菲并非印度血统,而是通过日光浴和化妆伪装成的英国威尔士人时,她愤怒至极,感到自己遭受了欺骗。 尽管在卡什菲告诉她她怀孕的消息时,她冷漠无情地要求她去堕胎,但她坚决反对,虽然她并未强迫她,但她的心已冷。 两人的婚姻开始摇摇欲坠,1958年5月,卡什菲诞下了他们的长子克里斯蒂安·白兰杜,随后的1959年,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。 卡什菲提出离婚,并且两人为了争夺年幼儿子克里斯蒂安的抚养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,鉴于她放荡不羁的私生活和孩子的年幼无知,最终孩子由卡什菲抚养。 当克里斯蒂安5岁时,她不惜花费巨资聘请律师,并以卡什菲酗酒和药物依赖为由,从她手中夺回了儿子的监护权。 但由于自己忙于事业,无暇顾及儿子的成长,她不得不雇佣保姆,并将儿子寄养在姐姐家中。 1962年,在拍摄电影《看见谍血迹》,应付塔西提岛取景期间,她被一位充满热带风情的少女塔利塔所吸引。 塔利塔随剧组来到洛杉矶后,她被加关照,这位时而奔放,时而忧郁的男人深深打动了少女,令她心生情愫。 两人不久后,便坠入了爱河,后来,塔利塔的身孕成了事实,而她那时尚未与莫维塔解除婚姻关系。 塔利塔原本不愿意将孩子带到这世上,但她的激烈反应使得塔利塔不得不放弃了流产的打算。 当塔利塔心无旁骛的备孕时,她却突然改变了心意,不再愿意担起父亲的责任,甚至逼迫塔利塔去堕胎。 在1962年,塔利塔顺利产下小西蒙,客户图,并带着孩子回到了她的故乡塔西提岛。 她虽然从未公开认可西蒙是自己的血脉,但内心深处却始终关注着塔利塔与孩子的生活。 得知塔利塔可能会与另一男子步入婚姻殿堂时,她立刻赶往塔西提岛,不遗余力地讨好她,并在临近岛屿购买了一小片土地,任由塔利塔打理一家旅馆。 1970年,她们的第二个孩子,女儿塔利塔,切纳降生,尽管为她生下一对子女,但她始终未能给予母子三人应有的名分。 塔利塔对此终于失去了希望。 直到西蒙十岁,小塔利塔三岁那年,她才向世人宣布自己是两个孩子的父亲,并赋予他们自己的姓氏。 此后,她在未涉足婚姻,而是与女佣玛丽亚,克里斯蒂娜,鲁伊斯共度时光,玛丽亚为她诞下三子,两人共同生活了十四载。 最终,她却抛弃了玛丽亚和孩子们,传言她共有十一个孩子,其中四个是婚生,其余则是与多位女性所生,她只承认四名孩子,对于其他的孩子则声称是收养的。 但这番话鲜少有人信服,私生活的混乱也反映在她的事业上,好莱坞的星光逐渐暗淡,她的身价也从票房保证跌落至票房毒药。 70年代期间,她陷入了债务的困境,媒体戏谑她为了偿还债务而不得不激演角色,片酬更是高达每分钟100万美元。 1972年,她在弗朗西斯、福特、科波拉的经典黑帮大片,教父中饰演了第一任教父维托·唐克莱昂,尽管制片方对她有所保留。 但在导演的坚持下,她被要求试镜并签订了严格的合约条款,片酬也远低于她过去的水平,她接受了所有条件。 这部电影成了她在好莱坞的重要转机。 试镜成功后,她击败了对手欧内斯特·伯格尼,获得了制片方的认可。 教父的上映带来了巨大的成功,无论是口碑还是票房,都获得了极高的赞誉,甚至被美国电影学院评为最伟大的美国黑帮经典电影。 她在荧幕上塑造的教父角色,令人难以忘怀。 其表演堪称史诗般的杰作,正是这一角色,让她摘得了第4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,以及第30届金球奖电影类剧情片最佳男主角奖的桂冠。 同一年份,她与玛丽亚·施奈德共同出演了《贝纳尔多》、《贝托鲁奇》的浪漫剧作《巴黎最后的探戈》,在影片中扮演一位棉鱼花甲的美国作家保罗,将一位沉郁而深邃的中年男性描绘得入目三分。 尽管岁月在她的眼角刻下了细微的痕迹,却也为她增添了成熟男性的魅力与吸引力,她依旧拥有着对女性不减的吸引力。 电影中的年轻女子对这位神秘的美国男子怀有深深的迷恋,她在该片中的出色演技,也为她赢得了第39届纽约影评人协会奖最佳男主角的荣誉。 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她的人生陷入了低谷,长子处法入狱,女儿选择了绝路,她的精神和身体健康都受到了严峻的考验。 事业同样陷入了低潮,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刻,迈克尔·杰克逊伸出了援手,不仁目睹这位曾经的电影巨星沦落到如此困境。 2004年,她在洛杉矶的一家医院告别了世界。 中年80岁,在她辞世之际,没有子孙在策,孤独地结束了自己的人生旅程。 她在好莱坞的名声或许饱受争议,但不可否认的是,她在电影史上确实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